觉得孩子已经大了 如果真的觉得过去的婚姻是错误的 你们已经没有负担了 你们可以寻找真爱 反正分了还可以付嘛 你不分你怎么知道 分了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呢 你不分怎么会知道 过去的这些 有多少是应该珍惜的呢 其实真看不出来你们俩比我大三岁 我三十九 你们四十二 你看看你们现在这种状态 郭老师刚才用了一句话 贫贱夫妻百事哀 但是我要再次强调 现在很多人都误读了这句话 现在人所理解的贫贱夫妻百事哀 大多数都是说 如果夫妻之间家庭生活没有物质基础 是世事悲哀的 但作者的原意不是这个意思 作者的原意是说 供过苦的夫妻一旦永别 是最值得怀念和伤心的 他恰恰是鼓励在贫贱当中的夫妻要好好在一起 而不是说如果没有面包的爱情和婚姻是没有希望的 婚姻是建立在希望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有希望 觉得像现在这样的日子遥遥无期 家里天天是睡着个醉鬼 孩子没有人照顾 我作为妻子 我可以扛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但我扛了十九年 身边的男人没有悔改 没有变化 身边的这个枕边人跟自己不能共苦 不能分担 你说他跟着你有什么笨头呢 我们说娶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决定你的生活品质 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你的生活的方向是什么 那如果一直身边睡的是一个你这样的人 他哪里有心思打扮给你看 家里堆着遍地的根雕 是吧 家屠四壁 一个月两千来块钱 哪有心思打扮给你看呢 对阿尔 二十回宫 从北北的沙头 从北北的沙头 w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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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请关门 十九年的感情 妻子不能再忍了 先生是否能改 两人能不能不要分开呢 这对夫妻将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请开门 药宝师 伊贝师 伊贝师 台润保湿水提醒您 青彩节目稍后继续 药宝师 伊贝师 伊贝师 台润保湿水提醒您 青彩节目马上回来 请开门 快点上 快点上 快跑 把她抱过来 能抱动吗 你看 喝了酒了抱不动呢 你看 来 来中间啊 女士 怎么想通了 站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毕竟是 一二十年了 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这段感情 还有一点 网友 其实两位能够同时出现在这里 我们还是挺欣慰的 因为有时候婚姻啊 真的需要我们去调整 而不是放弃 好吗 来